我觉得在广东没有不好吃的饭 就是适不适应 都是几百年的历史 就串流了这么多年 如果不好吃的话早就没了 对不对 放那个虾脚里面 这辣椒不是一般的辣椒 这是小米辣的 如鸽小开 我跟你讲 你别放我鸽子好吗 能喝只是不好喝 我感觉如果我从小在广东长大的话 我什么都不吃药 你给我肠粉类的东西就够了 我们的鸡脚 好我知道是鸡脚 然后我就觉得更可爱 怎么了你咬我呀 每一天最重要的一顿饭是哪一个呢 没错就是早餐 我今天要跟你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广东有什么样的一个早餐 现在早上7点45 为了这个 effort 7点45 各位 你们点赞 你们也知道 其实在中国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早餐的习惯 比如说厦门很喜欢吃那种花生汤加华蛋 广东这边早茶特别火 南州那边好像更重口味一点 就吃那种牛肉面 我们在德国有什么习惯呢 我在评论就跟你们说 我们直接出发 那么这一次吃广东的早茶之前 我也能好奇出租车司机来自哪 然后有什么早餐的习惯 那么早就已经开车 对 你早上几点上班 就今年这是第一单 那你算是挺幸运的 我是第一单 这一天肯定会很完美 好谢谢先生 你是哪里的 我是湖北的 湖北的 知道 有什么非常典型的湖北的早餐 我看那边的热干面就比较出名 对 是不是广东吃早餐的习惯 跟你们那边不一样 广东他们有时候喜欢喝早茶 但是他们吃的比较清淡 你是哪里的 我四川 四川的 你们四川人一般早上会吃什么早餐 我们那里吃的东西比较多 羊杂牛杂牛肉面什么都有 早餐吃牛肉面 我们那牛肉面和那个兰州拉面不一样 是吗 对 我们那牛肉面就像那个哨子面一样 师傅你是哪的 湖南的 湖南的 你吃早餐了没 还没有 还没有 你普通话说这么好 还行 还行 你们在湖南吃什么早餐 我们吃那个米粉 湖南吃米粉多 那个藏的米粉 然后对湖南的早餐比较熟悉 牛肉米粉 葱牛巴 马船 都吃过了 这边本地人一般都会吃什么早餐呢 喝茶 喝茶 你不喝茶的话就比那个河粉 肠粉 但是是不是喝早茶就是很好时间 你那边要 你那边要 在广东女生在小包里面不会带化妆品 就是带一包茶 真是的 好多女士她那个瓶子装个瓶子小小很真是的 有点茶叶 好像是化妆品但是茶叶 好聪明 别人带口红 你这边带茶叶 你吃的最久的是多久 四个小时 中午十一点钟去下午 差不多三点钟才三茶 喝多少茶 不是每十分钟都要去尿尿吗 是啊 喝完就去尿了 对 我们问了这么多出租车司机 他们早餐一般都会吃什么呢 我现在终于到了我们自己的早茶店 然后发现早茶的菜单好大 那我们开始吃饭饭 我店了好多东西啊 当然你来广东 像这边的司机说的一样 每一个桌子都要茶 我这边也有一壶茶 就是菊花茶嘛 因为它好喝嘛 看到这个吗 如歌小开 我跟你讲 你别放我鸽子好吗 不好笑吗 就放我鸽子 鸽子 鸽子就 因为鸽子嘛 我很喜欢吃鸽子 我超级喜欢 它这边外面那个皮是脆脆的 跟鸡的那个皮完全没有办法对比 因为它会薄很多 所以你吃下去 这口感完全不一样 你咬下去 它不会有Q弹的咬下去 就直接破了的那种感觉 好好吃 我们先尝一下 它的肉不多 但是每一口 其实它不需要肉很多 就是啃它 奇怪的是 你吃一个早餐你就吃如歌 但是我觉得很好 你们可以猜得出来吃什么呢 你们可以猜得出来吃什么呢 这个是沙姜猪脚 哦 巨手 咬下去 咬下去 猪手 醋的味道在上面 沙姜的味道很浓 哦哇 它是那种比果冬稍微硬一点的那种果冬 你们懂吗 然后你吃的时候 咬下去第一口 就是全都是沙姜的味道 醋和沙姜的味道 哦哇 它有点油 怎么那么好吃 我们再吃一个 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吃猪手 这不是不好 你看这个蛋挞 它有点炊坛可破的那种感觉 我们就咬一口 Oh my god 就是我觉得蛋挞特别适合我们德国人 反正所有的甜品我们都很喜欢 我觉得这里面还可以就是放那种加薪的 再一次就是比如说 把香草和巧克力放进去 如果有一个厨师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做个蛋挞里面加薪 蛋挞 绝了 OK 那我们下一个就是肠粉 你们看它紫色的肠粉 其实它也不是紫色的 就有点粉红紫色的肠粉 你们看 有虾在里面 有生菜在里面 然后当然有一个酱 烟熟花生酱 或芝麻酱 酱放的越多越好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十五分 不能再好吃了 因为你咬下去 清爽 脆脆的 有虾在里面 然后你还有那个芝麻 和花生的那个口味 所有好的东西都放在一块 这个能不好吃吗 而且它那个皮真的很软糯的那种 我的天哪 我感觉如果我从小在广东长大的话 我什么都不需要 你给我肠粉类的东西就够了 你下一个虾脚 这个虾脚多大 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放三个虾吧 绝了 但我最喜欢就是咬开虾脚 然后里面塞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醋 辣椒酱 都可以 这边有点辣椒 放那个虾脚里面 这辣椒不是一半的辣 这是小米辣的 等下一个我们就要尝试一下它麻辣糕 我看麻辣糕就马上想起 要么我需要咖啡 要么我需要牛奶 把这东西马上就塞到某一个饮料里 你看这麻辣糕多么的fluffy 碰松 看得出来吗 我们闻一下 浓郁的红糖的味道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放果仁呢 我确实可以做那种麻辣糕放果仁 红糖果仁 上面有一点点 你们看 看得到吗 或者把麻辣糕中间拆开 然后放香草酱啊 或什么的 但它又碰松 嫩 然后一点都不干 就是刚刚好 我们试一下 我的最爱 放到查理 如果有牛奶的话 我绝对会放到牛奶里 会更好 绝了 好吃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你们是来自中国其他的地区的话 你们那边也有类似麻辣糕这种东西吗 你来广东 吃早餐 午餐 晚餐 你比不开一个东西是叉烧 不管你多么的躲 我觉得你躲不开叉烧 然后里面就放叉烧 香 这就是叉烧的味道 就是有点甜 有点咸 然后特别特别香的那种猪肉味 然后放一点洋葱 哦 好吃 哦哇 好吃是好吃 但感觉有点奇怪 因为它甜的 包子里面的话 我更喜欢就是放蔬菜类的 比如说生菜 玉米 或者直接肉馅 但是咸的或者辣的肉馅 但那种偏甜的 好吃的 你不习惯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更喜欢吃什么样的包子 摄影师 我觉得我们吃完了 该吃的都吃了 麻辣糕 沙茶包 虾饺 肠粉 蛋挞 都吃了 都吃了 我们拍完了 就是每一次拍视频 很多弹幕就会飞出来说 没有鸡 会活着离开广东省 哈哈哈 来都来了 我们这边要尝试一下他们的鸡酒 然后他们这边是醋 泡椒 嚼米辣放在一块儿 我们的鸡酒 陈醋鸡酒 好我知道是鸡酒 但我觉得鸡酒更可爱 怎么了 鸟我呀 哈哈哈 他说陈醋 我刚从山西回来了 山西南面醋能喝醋 山西你们一定要去 很少博主会去山西拍 你看看这边的醋怎么样 这个醋能喝吗 能喝 只是不好喝 哈哈哈 就跟山西那个醋还是有 有区别的 喝醋还是去山西吧 哈哈 妈妈这个鸡酒这么大 拿筷子都抓不住 我可以拿拿拿拿手来吃吗 这个酒有点大 我抓不住 整个味道都是泡椒的味道 和小米辣 好吃是好吃 但是一点肉都没有 你这个吃外面那个皮 我另外一个做法 叫就是凤爪或者什么的 豆吃凤爪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它已经完全被煮烂了 如果一个鸡爪被煮烂的话 然后被蒸的话 我觉得继好吃 但是这个做法 我还没有适应 不是不好吃 很香 我觉得在广东没有不好吃的饭 就是你适不适应 都是几百年的历史 就串流了这么多年 如果不好吃的话 早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只能说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味道 我觉得我这边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 我说实话 我觉得哪一个最好吃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倾向于 以那个紫色的肠粉和麻辣糕 就绝了 所有你想到的口感 我想吃的早上的口感 我都有在里面 然后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在中国吃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也觉得好吃 特别是乳鸽 Oh you check the flow 我们这边其实总共买了八道菜 你们猜我们花了多少钱 先发弹幕 弹幕里面让我知道一下 我希望看到弹幕里面的菜 一百九十二 但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量 你们记一下 我们八道菜 我觉得四个人吃完全没有问题 一百九十二 四个人 就一个人差不多四十八块钱 还要喝茶了 所以完全没问题 那我很开心 我今天就是遇到了很多很有趣的四季 湖北的河南的四川的本地的 到最终 我又吃了这边传统的早餐 广东的早餐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说不定收藏 各位要支持我 你们记得就是给我一键三脸好吗 我今天溜了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打包给我的朋友 绝对不会浪费 视频就到这里 我先溜了 拜拜 这个现在就给我朋友们带 还是不要浪费